溫馨提醒,接下來全部都是大爆雷,請自行斟酌觀看囉! 那我們就開始吧! 唯一的可能性就是雨萱也許也要即將面臨死亡 她必須阻止雨萱的死亡 主持人生快樂大家好,我是竹林 今天要講解想見你 目前想見你已經播到了第八集 今天會解析從第一集到第八集 那今天的解析不是說在講解劇情 而是想要解析在劇中劇主偷偷放入的一些小細節所隱含的意義 那在片尾還是不免說的會和大家聊聊劇情囉! 這支影片會有大家解析五個在劇中隱含意義的小細節 第一個就是雨萱身上穿的衣服的自我 第二個是把雨萱關起來的夢境 第三個是用歲數代表樓層的意義含 第四個運爐的小房子以及紫薇在水中重生的意義 第五個是藍色初戀用擁抱這首歌當作配樂以及整段的表現手法的意義 那如果你對以上有興趣的話,就可以繼續聽下去囉! 那如果你喜歡這樣的解析影片的話,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好!溫馨提醒接下來全部都是大爆雷! 請自行斟酌觀看囉! 那我們就開始吧! 第一個隱藏在雨萱衣服身上的自我 在第一集的回憶片段中,雨萱和全聖玩得非常開心的時候 雨萱身上穿了一個寫著麥字樣的服裝 那麥就是我的所有格代名詞 象徵著某樣物品屬於自己 那假設這是有意義的 就可以說這段愛情屬於雨萱 而她屬於全聖、全聖屬於她等等之類的解釋 至少可以理解成角色是處於一個很有安全感的狀態裡面 當然你也可以說這個單字搞不好就代表著礦而已啊 但這不是唯一一次雨萱穿著關於我的字樣的衣服 第七集中雨萱醒來 她醒來的第一件事就去翻開日記 可是呢還是沒有找到日記後面那個寫著她就是王全聖的字樣 她很納悶那個道理是誰寫的 而她身上那時候就穿著秘密之樣的衣服 秘呢就是我的壽格 只有自己才會使用這個詞 那兩個秘反复就代表著不同的我 或許就代表著運爐和雨萱 另外在第三集中 雨萱呢其實第一次穿越成為運爐 那在那個時候分不清楚2019到底是夢境和現實 而她對於李子維呢也是相當的有疑惑 所以那個時候她身上穿的是I know I don't know 顯示出人物的心裡非常的混亂 第二個把雨萱關起來的夢境 在第一集雨萱夢見她認為是全聖的人 用木板將她盯在了屋子裡 將她關了起來 那個時候我看的感覺是 因為雨萱她走不出失去全聖的陰霾 所以就用全聖將她關在屋子裡這個意涵 去代表著人物的心境 那目前為止呢我們可以推測把雨萱關起來的人其實是紫維 並不是全聖 畢竟從靈魂上面來說 雨萱都從來沒有遇見過全聖 所以我們可以說夢境中的她應該是紫維 而在這段剪輯之前呢 是運爐遇見紫維之前 以及雨萱和紫維所有的相處回憶片段 或許這段夢境象徵著一切的開始 和結束都需要由紫維來完成 第三個用樓層代表歲數的意義 還記得在第一集中雨萱為了要去跟客戶開會 因此搭上了電梯 在那個時候她回憶起了過往 每一年的生日都有全聖陪伴 從20歲到25歲 直到26歲時全聖的缺席 提醒她她已經不在了 而到27歲時 那個門打開卻看見了紫維的身影 我記得那個時候網路上有人說 覺得紫維明明腳步方便卻走得那麼快 當雨萱一出電梯卻找不到人實在有一點點不合理 那我覺得27歲打開的瞬間看見紫維 象徵著在27歲的時候 她會重新和紫維相遇 所以呢 即便不合理 導演還是想透過這個方式去暗示說 他們之後會重新再遇見的 那我自己呢是蠻喜歡這個 用樓層替代歲數的表現手法 第四個 運爐的小房子 以及紫維在水中重生的意涵 我目前認為在小房子中的都是運爐 那她在遭遇傷害之後呢 就將自我封閉 因此到了小房子中 那如果你仔細的觀看這個小房子的話 就會發現 上面投影的都是雨萱和全身的回憶 以及 她都會冒了一些些泡泡 彷彿整個小房子就是在水中一樣 而紫維超貨之後呢 導演也是用一個她在水中重生的感覺 水的意義在影子上呢 其實非常的多樣 那有幾個比較常見的 例如生與死 或是兩個世界的分界 在水上是生在水下是死 有部相當堅定的電影叫做藍色情挑 那在系列電影中藍色代表著自由 而在這部藍色情挑裡面 藍色更像是自我的禁錮 而後讓主角一步步找回自由的電影 電影的主角速度在游泳池游泳逃避現實 有一種說法是說 游泳讓人有種回到母親子宮的感覺 會感到安心安全 在這部電影中呢 有一幕主角想要從游泳池起身 但是卻起不來彷彿是現實太過沉重 讓他不得不回去水裡 而在水中呢 當然就像是在逃避現實 或是在另外一個世界 或是他的生死狀態是死的 所以運爐的小房子到底代表什麼意思呢 我覺得很有趣的是他是在一個小房子裡面 雖然在水下 但看起來是有一線生機的 一直都在等待這個房子重新開啟的那一刻 而紫薇的穿越也是在水中 而頭上還有光亮 更象徵著他在睜開眼睛後回到了水上 穿越成為了全盛 我覺得還有一個蠻特別的點 就是我剛剛有提到 就是 宇軒在夢境中被紫薇關在房子裡面 而運爐也是被關在一個藍色小房子裡面 宇軒和運爐的困境是一樣的 所以這讓我認為 紫薇會是一切的鑰匙 第五個藍色初戀人用擁抱這首歌當作配樂的原因 以及整段表現手法的意義 整段講述全盛的初戀是沒有人聲對話的 是只有用打字聲來詮釋對話 我覺得整段表現手法呢 是象徵著那個年代的沉默 以及同性戀者他們面對的世界是相當的封閉 而整個故事呢 也只用了一首歌來做配樂 那就是擁抱 擁抱這首歌呢 非常的有名 但他的原唱並不是阿信 當初擁抱問世呢 是收錄在一個1998年的音樂專輯裡面 那這個專輯就叫做擁抱台灣同志音樂創作2 而在擁抱這個音樂專輯之前呢 還有一個相似的音樂專輯 叫做撫摩 而撫摩的字樣看起來有點猥瑣 所以他們選擇使用注音來代替 撫摩這張音樂專輯呢 象徵著同性戀者間情感含蓄的探索 而擁抱則是更進一步更大膽的象徵 如果撫摩不夠的話 那就擁抱吧 所以這段故事使用擁抱這首歌 更能夠詮釋出全身對於阿澤的愛 是強烈而勇敢的 擁抱這首歌呢 本身就是為了同性議題所寫的 歌詞中寫到 脫下長日假面 奔向夢幻的疆界 在那個年代同性戀者他們只能夠戴著面具面對這個社會 那到了夜晚在他們約定好的時間 在那個夢幻的疆界裡面 他們才能夠見面 歌詞中寫到 晚風文靜荷花葉 最早在池邊 那這個荷花池呢 其實就坐落在228和平公園裡 前名叫做台北新公園 在那個年代這個地方呢 成為了許多同性戀族群的聚會地點 而這首歌的和弦呢 有學過吉他的人都知道他非常的簡單 從這個層面去看這首歌更寫出同性間的愛是 一樣純粹 一樣簡單的 藍色初戀中 全盛最後走進了大海 走進了水裡 走進了另外一個世界 呼應了我前面提到水的意義 以上五個解析 那其實看完藍色初戀的時候 我就想起一部韓劇也是穿越劇 它叫做go back 在那部劇中呢 有一句台詞是這樣講的 忘記歷史的民族 沒有資格擁有未來 看完這段藍色初戀的時候 我就不僅想在過去有多少人承受了相同的痛苦 也不斷的努力去突破框架 所以現在我們才能夠擁有這麼多元包容的環境 擁抱這首歌可是在1998年就紋世了喔 目前呢整體看下來我有個想法 但他還蠻 驚人的 也可能不太會發生 但是我覺得紫薇的一切動機都讓我覺得很詭異 唯一的可能性就是 雨萱也許也要即將面臨死亡 他必須阻止雨萱的死亡 畢竟雨萱的心理醫生也就是當年那個兇手 所以雨萱其實本身就還是處於一個很危險的狀態裡面 那前面我其實講到了 我說雨萱和運爐的處境是相同的 我覺得他們的命運應該是綑綁在一起的 也許雨萱死了運爐也就死了 或者是整個顛倒過來 如果運爐活下來了 雨萱就不會死 所以他們才要試圖去改變過去 而老子維一直沒有去找雨萱的原因 可能也就是在這點上面 當然這一切都是我猜測後面還有五集的內容 所以一切都有可能 好那如果你還沒有看我上一支解析 有解析戒指的意義的話 你都可以去看看喔 那這些都是我自己的猜測和解析啊 如果你有別的看法 或是你有別的想要解析的部分 都可以留言給我喔 如果喜歡這樣的解析的話 別忘了幫我按LIKE 可以訂閱這個頻道 之後呢還會有更多的劇評喔 好 也別忘了可以跟我許願你想要看的劇的解析 今天這支影片就到這裡 掰掰 掰掰 有時候 在看迪卡的時候 就會發現好多人好多人好多人 都在想想見你 還有我每次要做想見你的解析的時候 都覺得 有點壓力 然後就沒有去看想見你 蠻好笑的 但大家真的是出乎我意料之外 非常的樂弱的在討論這部劇 實在是非常非常的驚人啊